大家好 今天又到了翻盘时间 咱们看看最近大家在节目里有什么有才的评论 网友CHUNFUNG唐问了一个问题 说老师乱世出英形这句话我是这么理解的 只有乱世和国家四分五裂的时候 各地的诸侯军阀地主才会争相抢夺人才 相反太平盛世的时候地方势力受中央管制 人才相对不比稳定性重要 比如说如果没有刘备请孔明出山 他顶多是个村夫 曹操如果没有请司马懿 只是个普通的富二代 可不可以这样说 人才在乱世中能绽放棺材 在盛世顶多是个混吃等死的官僚 那你认为盛世是什么人开创的 白痴开创的 蠢才开创的 盛世不是人才开创的吗 对吧 如果没有什么房玄陵杜如悔 什么李静李姬这些人有这个争冠之治吗 如果没有什么遥重送景这些人有开源盛世吗 难道这个盛世的时候 太平盛世的时候就不需要人才 就满朝都是蠢才 满朝都是蠢才能开创盛世吗 这个我觉得不能这么说吧 是吧 好 这个网友朋友黄飞强 问了一个问题 说请教袁老师啊 有人经常聊到二战时期 在美国的日益美国人集中营的事 那么在日本的美国人 英国人 中国人都是什么待遇啊 求解惑啊 二战之前就没有多少美国人 英国人来日本 来的呢 都是以经商为目的 没有移民的 移居的 没有 就算有呢 在日本对英美宣战之后 也都撤侨撤走了 至于中国人呢 当时是这么一个情况 日本政府层面 把这些在日中国人当成汪伪政权的人 是吧 换本护照 还是可以该干嘛干嘛的 那但是民间肯定是这个非常歧视的 那觉得他们是非国民 只不过系统性的排华行为是不多的 那因为政府不做任何的鼓吹宣传 尤其是当时日本还要这个经营为满啊 经营汪伪 还得给他们一个面子啊 还有惨的 那就是这个日本战事不顺的时候 从中国还有朝鲜半岛 抓到本土当苦力的那批人 那是一点人权都没有 就跟奴隶一样干活 包括这个国军 还有什么八路军被扶的那些战俘到日本去 做苦工的 那个真的就是惨无天日 最后就迫害致死 这个中国过去拍过好多这个电视剧嘛 什么榴莲人哪 什么什么 我们这个什么五八年才回到中国 还有那个那个记忆的证明 你可以看这些电视剧吧 就是那些人是确实很惨啊 网友朋友G.A.R.Y. 这名字差点让我看成gay 你这玩意儿说啊 多一个字母啊 说这个中国古代大户人家的用人 是怎样一种身份或职业 有人身自由吗 可以说辞职就辞职吗 没有自由的话 那一个普通人是怎么成为大户人家用人的 有没有从出生就注定成为有钱人的用人啊 这个你就去看《红楼梦》就明白了 情文习人摄阅什么鸳鸯 这些人就都是用人 你看他有没有人身自由 他都是家养奴隶 对吧 家生子家养奴隶 辈辈辈是奴隶 他爸妈也是奴隶 辈辈辈是奴隶 他是没有人身自由的 可以被转卖 可以被黏着什么什么金串 什么的跳井 被殴打 这跳井 这官府都不过问的 官府都不过问的 是吧 这个一般一个普通人 怎么会成为这个有钱人的用人 一种呢是欠债 就债务奴隶 你欠了债没办法 只好卖儿卖女 到这个大户人家去抵这个 最典型的 你看那个什么白毛女 是吧 黄世人 杨白老欠了钱 不就想拿他女儿去抵债 人家黄世人 要拿他女儿抵债 如果白毛女没跑 那他就是黄世人家的丫鬟 用人 就是这个 还有一种就是罪犯罪犯的孩子 你比如说这个官员 什么抄家莫产 然后家里的这个子女 就被到这个市场上拍卖 那大户人家买了 就变成自己家的用人 一般都是这两种情况 好 这个网友朋友3L 问了一个问题 说袁老师能够聊聊这个大理寺的制度吗 从秦朝传承到明清 大理寺只是名字一样 还是制度也保留下来了 谢谢袁老师 都保留下来了 这可以讲呢 是保留的特别的好了 那就是完好的这么一个制度 那他就相当于这个 中国的最高法院 一直保持到清末 官制改革的时候 大理寺改名叫大理院 仍然是作为最高法院 而且盖的挺好的一个这个三层的那种 那种那种那个西洋式建筑 上面一个尖顶一个圆顶 就跟那个那个美国国会似的 那一九五几年盖人民大会堂的时候 才把它拆除掉 那位置就在人民大会堂那个位置 那因为你看那个咱们讲那个 中国认为这个文东武西 所以你站在天安门上 这个往左看 左边是东边吗 是吧 往左看立护礼 汉林院什么什么这个国使馆啊 往右看兵行宫 大理寺都在那边啊 所以他这个制度都是保留下来 所以咱你看到了这个明清时代啊 一讲那个什么三堂会审啊 说那个三堂会审 三法司 三法司指什么呢 刑部啊 相当于今天的司法部啊 大理寺啊 大理寺呢 就相当于今天的这个这个 就是就是最高法院啊 然后呢 像这个这个督察院啊 以前叫御史台 现在叫督察院 有点相当于中纪委啊 所以这就是三法司 你看今天咱不也是这 这仨的都都是就起到这个司法的作用吗 啊 起到司法的作用 所以他这个制度是一直保留下来的啊 好 呃 那个 网友朋友 这个James SC 这个问了一个问题啊 说这个袁老师曾经讲过 美剧权力的游戏里边长城的原形 现在权力的游戏前传出来了 内容是老国王一死 因为继承权的纷争 皇室分为两派内斗 最后皇室成员几乎全部死伤殆尽 王朝由胜转衰 那么真实历史有过这种情况吗 这就是英国著名的红白玫瑰战争啊 就英国著名的内战 15世纪末 红白玫瑰战争 就是约克家族和兰开斯特家族 这两个家族啊 在在这个这个金雀花王朝统治的末期 两个家族为了争王位 爆发了长达几十年的这场内战 红白玫瑰战争 最后呢 这个都夺王朝建立 都夺王朝是作为这个兰开斯特 兰开斯特家族的远亲成绩的大统 等于就是说金雀花王朝的直系 就相当于灭绝了啊 远亲成绩大统 那所以他这个呃 用的这个原形就是红白玫瑰战争 这是英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场内战 那这这这那个呃 甲骨文丛书有一本著名的 这个有一本特别有名的书 叫空王冠 是我最喜欢的那个翻译家 陆大鹏翻译的 那那个写的特别好 就把这个呃 兰开斯特这个这个和约克 两大家族斗争的这个故事 写的特别好啊 你可以感兴趣的话呢 去看一看啊 呃 这个 网友朋友张立群问了一个问题啊 说请教一下过去皇帝的教育问题 皇帝是不是只接受文学历史和加减乘除 等一些最简单的算术方面的教育 他们是否会接受一些类似于现在的物理化学和医学学科的教育 他们学外语吗 呃 物理化学医学肯定是不学的 外语啊 这个他们不学外语 但是呢 清代的皇子是必须要学这个呃 蛮语汉语和蒙古语 这三种语言必须会说啊 必须会说 所以你看这个这个你像乾隆爷什么 他们会说藏语啊 那是因为他修佛的需要 他不说外语 但是据说 康熙爷会拉丁文 会俄文 会法文 但是我估计这个会呢 也只能就是说这个会点啊 就是认识点啊 光绪皇帝会英语 但是呢 他是这个读读写可能行 听说不理啊 听说读写都拎的是溥仪啊 那个英法德满猛汉六种语言 所以他们基本上学的东西按咱们现在的话讲 就都是文科的东西 不学理工科的东西 连那个加剑成除学不学都不知道 那天说这个溥仪受了那么多年的教育 比如说二十跟四十谁大 他都不知道 他都不知道 那他都不学这东西 他用不着学这些东西 但是你像这个康熙皇帝还会对数 他还懂对数 站在大坝上 还能给这个官员讲这个什么横截面 什么水流的体积 还讲这些东西 那完全是出于他个人的兴趣 但是他在这个教育当中是没有这种东西的 他们所谓的这个分科教育 就是文科和武科 文科那就是这个满文啊 然后汉语啊 然后四书五经啊 晶石子吉啊 这些东西 五颗就是骑马射箭 就是这种东西 骑射啊 就是这些东西 是吧 好 这个 这个网友朋友 EZ 问了一个问题 说看资料说呀 英国殖民印度的时候 在印度大规模种鸦片 那在英国殖民的时候 印度是否和中国一样 是被鸦片当导火索 敲开国门 那谢谢袁老师四教 不是印度 印度谈不上什么被敲开国门 不被不被敲开国门这种事啊 对吧 他就是最早敲开印度国门的 也不是英国人 是葡萄牙人呢 是吧 葡萄牙人最早在这个 这个印度殖民呢 那就他那个殖民地叫果阿嘛 到1960年才被这个印度夺回来 那你说这个一直在英国统治这个印度的时候 这个朴蜀殖民地仍然在这个印度还有 就是果阿这个殖民地 60年被夺回来了 另外你像法国在这个印度也有殖民地 他谈不上有什么 这导火索不导火索的问题 就是一个逐步征服的过程 用了300年的时间 逐步征服这个印度 你要说导火索 那导火索的事太多了 跟鸦片没有关系 他是占领了印度之后 才在这种鸦片 他不是因为要种鸦片才打印度 不是这回事啊 好啊 这个呃 网友朋友YP问了一个问题 那说原来以前讲过 科举取势的官员只懂四书五经 不懂实务 因此分配到地方上之后 都必须由失业辅导或代操财务司法事宜 那请问如果分配到中央单位的进士们 比如户不管税收 兵不管军事 公布管工程 那这些事谁来教呢 由前辈带领 还是有内部的培训课程 培训课程是肯定没有的 不可能有这些个培训课程 而且呢 很少有进士 直接就被分配到各部 去担任这种这个 就管食权的这些个职务 一般都是去当地方官 先去当地方官 如果留在中央的 一般都是留在这个汉林院 就是这种清药职务 看着很高贵 实际上不管什么具体事 或者说呢 这个这个职务就类似于现在智囊团 你出的主意 好人就采纳 不好就拉倒 没有什么这个食操性 食操性 等你在地方历练一圈之后 你在地方历练一圈之后 这些东西耳濡目染 你多少也懂点了 你不像原来那样 小白完全不懂 才有可能掉到中央来任职 当然至于你说这个有没有前辈带 这肯定是会有的 前辈带后辈 这个肯定有 肯定有 培训课程是不可能的 那时候哪有这儿晚上的 没有这个 但是你看中国古代所有这些官员 重进士之后 你看他的履历都是先在地方任职 然后掉到中央来 不可能直接就留在中央任职 尤其不可能让你直接就掌握机要 那不可能的 好 这个网友朋友江小白 齐桓公问了一个问题 这个说想请教一个问题 瓦拉和达达战西伯利亚 蒙古实力不是也很强吗 沙皇俄罗斯派了多少军队 打败了蒙古人战西伯利亚 大清康熙爷为什么不趁亚克萨之战 彻底把俄罗斯驱逐出西伯利亚呢 首先我跟大家讲 这个瓦拉和达达战西伯利亚 不是永久的占领 就咱们讲过中国古代汉民族的国家政权 他占的地都更像今天的势力范围 而不是今天我们说的版图 更甭说游牧民族政权 他占的地可大可小 今天这片草场呼拉我过去了 这是我的 明天我呼拉撤回来我就没了 而且瓦拉和达达更多情况之下 他也不占西伯利亚 为什么没有草场 更多都是原始森林 他不需要这个 他们就把那个生活在西伯利亚的那些个布里亚特人叫做林中百姓 那个布里亚特人在蒙古帝国时代 在元朝在大蒙古国时代 都属于边缘化的画外之民 就不怎么被这个蒙古人都当做真正的蒙古人 就跟那个就跟清朝人不认为什么大沃尔人呐 什么什么恶伦春 恶温克什么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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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哲 不认为那些人是八旗一样 也人与真 就跟我们的远亲 非常远的远亲 就那个意思 所以他也没怎么真正的管过这个西伯利亚 蒙古帝国都是都没怎么真正的管过西伯利亚 那个地方都没有开发价值 原始森林 没有开发价值 所以你这个沙皇俄国征服西伯利亚用的人非常少 波亚科夫什么领着70个人 什么哈巴罗夫领着132个人 他打的主要也不是蒙古人 打的是当地的这个就楚科齐 这些个民族 这些个民族 还基本上就处在这个原始士族阶段 你就跟爱斯基摩人是一个种 跟爱斯基摩人是一个种 打的主要是那些人 至于你说康熙为什么不趁亚克萨之战 彻底把俄罗斯逐出西伯利亚 逐完了派谁去管 逐完了派谁管 对吧 你哪有人去管 整个这个外东北 就是这个 就是被俄罗斯占的那100万平方公里的外东北 在这个康熙年间 康钱的时候才21000人 你更不说管西伯利亚的 哪有人去管 根本没有人管嘛 所以俄国人他趁机就扩张 他就把这个地儿就给占了 而且咱中国人对领土没有执念 跟俄国人不一样 这个咱以前强调多少遍 我们没有执念 你说俄国人比不是比中国人人还少吗 他怎么就能去管 是吧 他怎么就能去管 他弄过去好多什么犯人啊什么的 去去去占这些地儿 中国不是啊 中国犯人就到宁古塔 就到宁古塔 是为了让你改造 甚至让你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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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折磨死 咱以前也讲过宁古塔那期 是吧 所以中国人对不能耕种的土地是没有兴趣的 没有执念 因此对于西伯利亚咱也不想要 这个意思啊 好了 最近大家的评论 咱们今天就回到这儿 感谢大家收看 也欢迎呢 加入我的会员频道 谢谢大家